大家好呀,我是燕燕 前两天还在穿短袖 然后今天就 看,我的羽绒服都穿上了 本来早上 骑车送我们家老大 说穿羽绒服冷嘛 结果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脱 戴上马甲也没用上 今天一下子就冷了好多 看我的粉笼 现在好好看 我这会儿要去剪那个 薄雪万年草 今天给大家发最后一次 那个纸乐的砍头 发了之后 就今年春天就没有 没有砍头的了 这会儿剪一些万年草 因为好多朋友要要嘛 就顺便给他们剪了 装在那个箱子里面 就是你们在我们家 就是有肉肉的 就是喜欢万年草的 到时候也可以告诉我 我顺便给大家剪一些 现在就是前两天 我看昨天前天 昨天啊 昨天下雨还是前天下雨 下了一天雨 那个万年草蹭蹭蹭的 把这个花池都快给我淹没了 看 我这花池里面的万年草 长得也太多了点 还有这个覆盆草也是 长得到处都是 你看这里 万年草都快要开花了 我还说弄一些出来繁殖呢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弄 因为自己的多肉都没种完 再来弄这个 我要准备繁殖了 顺便就是多剪一些繁殖 到时候就是给大家发礼子的时候 也可以送给你们 因为去年发礼子的时候 好多朋友要一样 我直接踩进去 这块珠还已经没办法下饺了 来吧没办法下饺也得下 哦天呐 长得太茂盛了 你看当成草皮用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其实这个万年草可以是那个粉红色的 就是你要用小杯多晒太阳 它会粉真的会粉 之前我用那个 就是养在外面的 它就是粉色的 我这些无数安放的酒 到处都是 全部都是这个万年草 今天先要干凉 然后把水起凉干 还有一点水起 但是又不能凉太久了 凉太久了要不得 这好长 这些还是要长矮一点的好看 我觉得 长太高了 看大井得行 这近老都没得原先那么小乖小乖的了 你看这个红植鱼的花还好看 花竟然给它夹了 这里找到了隔草的感觉 丑尔巴在隔草 我们昨天把万年草卖里面的时候 把万年草捡的都在地上去八刀拿了 都收拾完了 今天多准备点点 骨盆草也长得好好哦 骨盆草它们咬不咬咬咬咬的 也可以咬咬咬咬 你看嘛 波旋万年草还是长得这么小小的好看 长大了就不美丽了 所以说你们回家了以后一定要控水 控的小居居的 其实这个的还不是很小 这还可以更小 控的更小就更可爱了 看我这战斗力 好快 你看看 随便合合都是一大盘 这块煎蚝都有 你看这路边上那些长得蚝哟 你看这路边的 这里 长成地毯似的 好漂亮 这就是我原先想要的效果 两边全是那种草草 然后那种带路的 这种感觉的 你看这覆盆草 漂亮 这覆盆草开黄花了 我做起来覆盆草 给你们看一下那边兔子那边吧 我这里面 这个花痴 你看那两个可爱的小兔子 在花痴里面全部被这个都给覆盖住了 我就没有去管它 随它意吧 它爱怎么长怎么长 反正开花也挺好看的 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它 这片子乐就快成野生的子乐了 上次我那阿姨弄了一些这个 这个草 到时候还得把这些草 这些长的草 还要拔草 我说 种上万年草 就免得长其他的草 每次把它们多拔几次 其他的草多拔几次 慢慢慢慢的就拔没了 因为其他的地方 全部被万年草给覆盖了 根本就长不出来其他的草 就喜欢那种感觉 那个草又好看 那其他的草长得乱七八糟的 又不好看 看我们家的茉莉花 也开了 花开的季节 看着都让人很舒心 每天都要来看一下我的农沙宝石 这花量真的好惊人的 好多花呀 特别多的花 走去抱着 你看看头